罗云熙也太会选剧本了,昨晚直接被她的新剧《严心记》硬控两小时,第一集进度比《隔壁墨语云间》36集还快。 这部剧全员高颜值外,还都是当下炙手可热的顶流,直到看到罗云熙和男二成磊的片酬差距,才知道为何人人都想当一线。 罗云熙,她在剧中饰演男主江心白,一个有脸盲症的傲娇郡王,这是她和导演于忠忠第三次合作,罗云熙出道的第二部剧就是和于导合作的,奈何当时演技青涩,还被对方痛批,你要不会演戏的话就回去吧。 后来罗云熙凭借香蜜爆火,演技突飞猛进,事业也迎来了上升期,爆火的第二年,她便和于导二搭了半是蜜糖半是商,片酬和之前比翻了一倍多,去年她又贡献了新的暴剧《长月尽名》,并在里面一人分饰四绝,罗云熙每火一次就会奖励自己和于导合作一次,这才有了三搭的严心计,网传片酬涨到了2300万左右,罗云熙业务能力出众,人还不作妖, 所以深受制片方喜爱,和她合作过的一般都是多达,除了于导外,她和金河影视,赖赖影视也都合作了三次以上。 宋义,继王兴月的人气赛道后,宋义也开辟了一条新赛道,新婚后爱。 前有坠婿里和郭麒麟包办婚姻,后在风起洛阳和王一博被迫成婚,紧接着和真CP白静婷在长风度里成了欢喜冤嫁,再到如今的严心计因为利益捆绑结婚, 而且,这几部都是一上来就大婚。 这部剧买了韩国内在美的版权,沿用了角色设定,但剧情是原创的,剧中的宋义一来魁水就会变身,再配合男主的脸盲人设绝了。 不过看两人合作,总有一种坦台进考工上岸取了范若若的即逝感,他虽然戏灵长,但咖位没有罗云西高,所以片酬在1700万左右。 程磊,去年刚冒出头的新人,在此之前,他曾拍过不少短剧,也有过几个出圈剧,奈何都是小网剧,对他加成不大。 所以片酬一般,凭借云之雨中的龚二走红后,才算彻底在娱乐圈立足,如今还和宋义二搭了与进长安,身价和之前比翻了不止一倍。 不过他在《严心记》里只是男二,片酬自然比不过男女主。 网传片酬在760万左右,陈瑶,在剧中饰演罗云西的妹妹姜梭罗。 他演技好,颜值过关,还有过几个出圈角色,奈何公司不做人,一直硬捧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胡冰青,很少给他资源,导致张显宗的扮演者张若云都积身一线了,他却从月起罗云绝后几乎查无此人。 身价也大不如前,好在他现在来了罗云西公司,资源也比以前好了不少,这一个月先后在《狐妖小红娘》《玫瑰的故事》等热剧里出现,但名气还没重新打响, 片酬只有550万左右,网传拍摄《闫心记》时,片酬为370万。 《闫心记》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其演员阵容自然也是观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有关该剧演员片酬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尤其是罗云西和程磊的片酬数字,更是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罗云西作为近年来人气急升的男演员。 凭借其出众的演技和颜值,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在《闫心记》中,他以2300万的片酬加盟,这一数字不仅体现了他在业内的高价值,也反映出制作方对他在剧集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视。 罗云西的《加盟》无以为《闫心记》增添了不少看点,粉丝们也对他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而成磊的片酬则让人颇感意外,虽然成磊在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能不及罗云西,但他在多部作品中的表现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此次在《闫心记》中的片酬。 虽然具体数字尚未公开,但可以预见的是,制作方对他的信任和期待同样不低,成磊的《加盟》也为剧集增添了新的看点,让人期待他在剧中的角色演绎。 我们应该认识到,演员的片酬只是影视制作中的一个环节。 真正决定一部剧集成败的,还是剧本的质量、导演的把控、演员的演技以及整个制作团队的协作。 因此,我们在关注演员片酬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剧集的整体制作水平和艺术表现,《闫心记》的片酬揭秘,无以为剧集的宣传增添了一把火。 但作为观众,我们更应该期待的是剧集本身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视听享受和情感共鸣,让我们一起期待《闫心记》的播出,欣赏罗云熙、成磊以及其他演员的精彩表现,感受他们用演技诠释角色的魅力,在《闫心记》片酬的揭秘中。 罗云熙的2300万片酬无疑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展示,更是对他演艺事业的肯定和对他个人品牌价值的认可。 而成磊的片酬虽然未被明确透露,但引发的意外和讨论也反映出观众对他演技和角色的期待。 在当今的影视行业中,演员的片酬往往是衡量其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罗云熙的高片酬从侧面展示了他作为一线小声的地位,以及他在粉丝心中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吸引大量观众的关注。 这无疑是制作方愿意支付高额片酬的原因之一,而成磊虽然在人气上可能不及罗云熙,但他在业内的口碑和演技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意外片酬,也许是制作方对他实力的一种认可,也可能是因为角色的特殊性,需要他这样的演员来诠释。 不管如何,观众对成磊的期待和好奇,也为严心记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在讨论片酬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演员的片酬只是影视作品成功因素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剧本的质量,导演的把控能力,演员们的演技,以及整个制作团队的默契配合。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此外,观众对于影视作品的评价,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演员的片酬。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和感悟。 严心记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会在多方面给观众带来惊喜。 总之,严心记的片酬揭秘,虽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关注,但我们应该更加期待的是剧集本身的质量。 让我们一起期待罗芸汐、程磊以及其他演员在剧中的精彩表现,期待他们用精湛的演技。 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宋毅,继王兴月的人气赛道后,宋毅也开辟了一条新赛道,新婚后爱。 前有《坠婿》里和郭麒麟包办婚姻,后在风起洛阳和王一博被迫成婚,紧接着和真CP白静婷在长风度里成了欢喜冤嫁。 再到如今的严心记因为利益捆绑结婚,而且这几部都是一上来就大婚。 这部剧买了韩国内在美的版权,沿用了角色设定,但剧情是原创的,剧中的宋毅一来魁水就会变身,再配合男主的脸盲人设绝了。 不过看两人合作,总有一种谈台进考工上岸取了范若若的即视感,他虽然戏龄长,但咖位没有罗云西高,所以片酬在1700万左右。 程磊,去年刚冒出头的新人,在此之前他曾拍过不少短剧,也有过几个出圈剧,奈何都是小网剧,对他加成不大。 所以片酬一般,凭借云之雨中的龚二走红后才算彻底在娱乐圈立足,如今还和宋毅二搭了雨进长安,身价和之前比翻了不止一倍。 不过他在《严心记》里只是男二,片酬自然比不过男女主,网传片酬在760万左右。 陈瑶,在剧中饰演罗云西的妹妹姜梭罗。 他演技好,颜值过关,还有过几个出圈角色,奈何公司不做人,一直硬捧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胡冰青,很少给他资源。 导致张显宗的扮演者张若云都积身一线了,他却从月起罗一绝后几乎查无此人,身价也大不如前,好在他现在来了罗云西公司,资源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这一个月先后在《狐妖小红娘》、《玫瑰的故事》等热剧里出现,但名气还没重新打响,片酬只有550万左右,网传拍摄《严心记》时片酬为370万。 那么,你觉得这这部剧的片酬合理吗?